开窗惹祸 虎头疯 遮死一岁娃 新竹市 这名可爱的一岁女婴黄晴月 前天在屋内 被背进来的虎头疯遮死 前天下午 女婴两位小姑姑和小表姐去她家玩 三个小女生把小月带到二楼房间玩耍 因天气闷热 十岁小姑姑去开窗户 但开窗动作 意外惊动窗外风潮 数十只虎头疯飞进屋内 在三个小女生头上盘旋 她们吓得跑去向伯母求救 伯母伯母 房间里面飞进来很多蜜蜂 小月被蜜蜂咬了 小女婴被风遮咬 痛得大叫 阿嬷赶紧将她抱起 她见孙女不断哭闹 赶紧将她送医 抢救三个多小时后 女婴人不致死亡 昨天下午 我们就觉得很热 然后开窗户 不到那边有蜜蜂咬 然后蜜蜂都藏进来 補在口 但是没症犯 没症犯 这就要補 女婴阿嬷伤心痛批 台大新竹分院延误治疗 那个蜂蜂 我好 我没有 我啦 我这个做蜂蜂就帮她 结果我帮她切半两张 这是不是她的叔叔 她说好 这是自然现象 你怎么听到死神的案子 像拿着凉凉 让我带着 蜂蜂跟她说 我已经很坚定 你别跟我说 你别跟我说 我还没来处理 我就 我就 我就不知道怎么做 院方表示 女婴到院时 末端肢体就已变黑 呈现休克状态 值班医师当时就立即给予急救 并未延误治疗 昨天遗体香叶 发现女婴身上 至少有10处遮风遮咬 身体无法承受风毒 造成器官衰竭不治 消防局昨晚摘除蜂窝 发现遮死女婴的 是毒性很强的黄腰虎头蜂 蜂内腹部的刺针 刺进人体皮肤后 释出毒性蛋白质 局部会出现 红肿热痛的过敏反应 若受到很多风刺攻击 体内的毒素过多 就会引起全身性的过敏性休克 或恒文肌龙解 肝肾衰竭的毒性症状 严重会导致多重器官衰竭致死 专家提醒民众 在郊外最容易遇到风群 民众登山不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也不要喷香水 遭虎头疯风疾 迎顺着风向逃离 不可逆风 以免风群追踪气味更难脱身 若遭风遮伤 因尽数就医 动新闻综合报导